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念有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05集 白小桃望着铺天盖地的石头 吓得心底一颤 立刻就跑回了洞府内 洞府阵发摇晃 阻挡了上万块石头石 白小桃哭丧着脸 直到自己犯了重怒 可他也委屈呀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 我非常确定 他赶紧开口 传出话语 等外面众人发泄完怒火后 白小桃在洞府内好说歹说 众人才纷纷地带着鱼怒离去 白小桃是唉声叹气 整理了洞府的碎石 又来到了炼药房内 坐在那里 目中露出思索 回忆之前自己察觉的一幕 许久 他一咬牙 小心翼翼地取出最后一个丹炉 按照自己的分析 去慢慢地炼制灵药 重点在各种草药的香声香课上 数日后 当药箱传出时 白小桃热泪盈眶 他振奋地大吼了一声 他终于成功地克服了丹炉炸开这严重的问题 而且初步地了解了相声相克的变化 熟练三接灵药 指日可待啊 白小桃意气风发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 再次沉浸在炼药中 浑然忘我 慢慢地 香云山 弟子再没有听到丹炉炸开的轰鸣巨响 也渐渐地都放下心来 香云山的日子 似乎又回归了以往的瓶颈 可是 白小桃却发现 自己虽然解决了丹炉的问题 可在炼制三接丹药时 却依旧是成功率不高 而且总是会炼制出各种各样的怪丹 面对这些怪丹 白小桃没有如以往那样忽略 而是每一个都觉得藏着大秘密 说不定 里边就有如发情丹那样的神奇灵药 需要一一尝试一下 这些丹药有什么作用 白小桃凝重地喃喃自语 立刻走出洞府 去了山下方氏 买了不少小兽回来 更是用贡献点 从宗门换取了一些过来 养在了洞府内 开始了他这一生第二次的遗兽试验 甚至他还满怀期待 取出了一枚空白的玉剪 准备去一一的记录下来 一切准备就绪 白小桃深吸口气 取出了一只兔子 从自己众多的怪丹中 选出了一枚黑色的弹药 扔给了兔子 那兔子闻了闻 一口吃下去 吃完后 突然身体哆嗦 两腿一蹬 居然扑通一声摔倒了 一动不动 啊 死了 白小桃睁大了眼 赶紧上前观察 这才松了口气 这兔子没死 而是这丹药的药效太大 灵气上头 冲击之余昏迷了过去 直到过了两个时辰 这兔子才醒了过来 竟两腿立直 如人一样的站起 直勾勾的盯着白小桃 白小桃轻移了一声 可紧接着 这兔子也轻移了一声 白小桃吓了一跳 你 你会说话 你会说话 这兔子也露出 吓一跳的样子 学着开口 这白小桃立刻振奋了 绕着兔子走了几圈 那兔子也振奋 绕着白小桃也走了几圈 一个人一个兔子 在这洞服内 形成了诡异的一幕 到了最后 这白小桃大笑起来 这丹药不错啊 我白小桃就是厉害 兔子都会说话了 兔子也大笑起来 说着一样的话语 白小桃觉得有些怪异 索性打开一间实事的门 将这兔子扔了进去 也罢 你既然有了灵志 日后若修行有成 记得过来 报恩感谢啊 先关在里边吧 等以后我把你们 带在宗门外 再放声 扔了兔子 白小桃也没有太在意 开始进行下一次的实验 这一次 他选择的是一只猴子 挑选了一枚黄色的丹药 扔给了猴子 猴子开始时装着没看到 可后来仔细看了一看后 一把抓起 在嘴边啃来啃去 碎末掉了不少 可大部分还是吃了下去 这吃完后 猴子没什么变化 只是似乎有一股阴风 偏空扫过 很快就消失了 这白小桃好奇的 将这猴子抓来 摆弄了一番 这猴子好像傻了 只会发呆 白小桃确定没什么变化后 叹了口气 将这猴子扔进了石室内 在之后的几天 白小桃陆续的实验 一群兔子在吃了 他的丹药后眼睛更红了 居然发出低吼 一个个跳起来 要去咬白小桃 白小桃诧异 一边记录 一边将这些兔子 扔到了石室内 看着他们之间相互撕咬 可却没有流血 还有几只鸭子 被白小桃买来 喂了丹药后 这群鸭子居然哆嗦 一个个翅膀明显的宽大了一些 竟在洞府内飞了起来 而且一个个居然在神色上 露出了优雅之感 看着白小桃目瞪口呆 对于自己的这些怪的 兴趣更大 时间流逝 半个月过去 这段日子以来 白小桃对于自己的丹药事业 一一记录 时而的 他的洞府内 还传出疯狂的笑声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数日后 当几只普通的家鸡 在吃下丹药后 身体竟急速的膨胀 近乎与大象一样时 白小桃对于药道的神奇 有了更深的了解 精神抖擞 继续取出怪丹曲视野 慢慢的 他关闭这些小兽的 狮狮内 出现了一群 全身都长满了 无数眼睛的蛤蟆 这些蛤蟆不断的叫唤 每一次叫唤时 全身的眼睛都在扎动 还有一只老虎 被白小桃花了零食买来 吃下了丹药后 居然长出了八个头 与之前的头颅夹在一起 成为了九头虎 每次怒吼 九个头都一起大喊 很是威风 更有一群寻常的飞鸟 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 可是 却不停的腹泻 时间慢慢过去了 白小纯的事业没有停止 大有一幅 要把所有怪丹 都找出要效的气势 甚至还有一群猴子在吃下他的丹药后 竟集体的癫痫不断的抽搐 又比如 一群猫 居然每天都在打嗝 声音如雷一样 让白小春觉得极为的诧异 他不知道自己炼制的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怪蛋 最夸张的是有那么一群大鹅 在吃下丹药后 眼珠子竟然变成了白色 看起来很是瘆人 可偏偏非常忠诚 居然跟狗一样 主动的给白小春看护洞府 到了最后 白小春还给泉水里的鱼 也试验了一下 那群鱼发狂了 争先恐吓的跳了出来 一个个居然长出了腿 在白小春的洞府内走来走去 白小春看着这些鱼 有些傻眼了 全部都通通的扔进一个石室内 此刻他那间石室里边 已经成为了一个古怪的世界 这里边 一只猴子在高处煮着下巴发呆 好像在沉思 一群猴子在下方颠弦抽搐 一个眼睛鲜红的兔子 正和大象一般大小的鸡在打架 旁边是一群蛤蟆 无数个眼睛看着热闹 还有一只兔子在一旁 学习各种模样 不断的比划 石儿还发出 咦 你会说话 嘿嘿嘿 这弹药不错 我白小春的确厉害 这兔子都会说话了 这样的生意 只会这三句 半空中 一群鸭子优雅的飞来飞去 一群飞鸟 一样飞舞 这一扑扑的鸟屎不断落下 地面上 狡头虎全身都是鸟屎 不断的怒吼 身边围绕着一群 跑来跑去的长着腿的鱼儿 那些鱼儿的身后 是几只打嗝的猫 不断的追着鱼 门口的位置 还有数只大鹅 在那里冷眼看着一切 一副守卫的模样 白小春 呆呆地看着这个房间 他的怪单 此刻只试验出了一部分 还有更多的在厨袋里 想要继续试验 可却没了小兽 要倒太神奇了 白小春 南南地狱 收回目光后 坚定地要把所有怪单都试验完 于是离开洞府 下山去了方式 继续购买销售 可就在白小春 走出洞府的瞬间 突然的 这十世内 那只白小春 第二次实验的对象 从始至终都没什么变化 只是喜欢发呆沉思的猴子 突然眼珠子一转 低下头望着 十世的大门 眼中居然露出 如人一样的质盲 身体疑惑 直奔 十世之外 很快的 十世的门 竟然 开了 紧接着 白小春的洞府大门 竟也在那猴子的摆弄下 居然 也被打开了 外界的阳光洒落进来 这喜欢沉思的猴子 瞬间冲触 其他的鸡鸭鱼猫 此刻都呆了一下 眨眼间 这一群被白小春关注的动物们 全部都越狱冲了出去 周新奇 此刻恰好从洞府内走出 他几乎刚刚出门 就看到天空上 一群鸭子发出嘎嘎的声音 优雅的飞走 周新奇一愣 仔细的看了几眼 他早就将零售舞撇 全部熟知在心 可生生没认出 眼前这些飞鸭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什么东西 周新奇 诧异的喃喃滴雨时 忽然又看到几只如大象的鸡 在身边飞奔而去 鸡的身上还有一只兔子 在那里滴吼 咦 你会说话 这弹药不错 我白小春的确厉害 这兔子都会说话了 周新奇睁大了眼 扮上没有反应过来 目瞪口呆 甚至有种置换的感觉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